各位朋友大家好 再過幾個小時,習近平就要在北京主持一場盛大的慶典 慶祝中共篡脫政權70週年 在這個盛大慶典當中 習近平一定會再一次發表一通所謂的重要講話 而且在這個重要講話當中 習近平一定會再一次提到統一台灣的問題 他這絕對不是在嘘聲恫嚇台灣人 而是在表達他的真實的意圖 大家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習近平統治著面積這麼廣大的國土 96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 為什麼對3萬多平方公里的小小的台灣 這麼念念不忘 習近平統治著14億人民 為什麼還不想放過2300萬的台灣人 我今天就來給大家講一講其中的緣由 第一點就是習近平如果不統一台灣 他就不能夠維持他在黨內、在軍內的個人獨裁統治 習近平在七年以前上台之後 他先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反腐 實際上他是想通過選擇性的打擊腐敗 來清除他那些、定點清除他的政敵 哪裡知道呢? 中共是一個盤根錯節的利益共同體 在過去20多年的、30年的所謂改革開放當中 他們已經形成了這樣的利益共同體 你打擊了一部分人就牽扯到更多的人 所以他現在發現打擊政敵是越打越多 打到現在他只剩下他自己的親信的小圈子集團 是能夠忠於他的 而所有其他的那些黨內的、軍內的那些頭目 現在都已經成了習近平的敵人 隨時都在尋找機會想把他拉下馬 而這個機會也不是沒有 因為習近平過去這七年的統治 在內政、外交方面可以說是乏善可乘、全面失敗 比如在外交方面他和美國的關係搞僵了 和日本、韓國的關係搞僵了 和印度差一點打起來 東南亞的國家現在都在聯合起來在圍堵他 而歐洲那邊又跟他現在保持著若即若離的這種關係 實際上歐洲是美國的、是日本的傳統的盟友 當然在發生重大衝突的時候 他一定是站在美國、日本這一邊的 現在中共想和俄國結成戰略夥伴關係 但是俄羅斯的總統普京已經公開的表明了 他只是坐山光虎鬥 所以中共現在在國際上是空前的孤立 在國際上的地位可以說是過去40年以來 現在的形勢是最差的、處境是最艱難的 這就是習近平過去他搞的所謂擴張性的、滲透性的、侵略性的 這種外交最後形成的這樣的一個結果 他個人要負全部的責任 而在內政方面就更差了 現在中國的經濟是一路下滑 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已經難以為繼了 這也是習近平過去專心搞內鬥、專心搞政治 完全放棄經濟的這樣的一個結果 這也是他過去的對外侵略、擴張政策 最後燒到各國的反擊 讓中國過去所搞的外向型的經濟難以為繼 這也是他個人要負全責 經濟凋蔽到這個程度已經難以為繼了 那麼就有可能引起老百姓的群起反抗 所以現在中國的社會矛盾也是處於一個爆發之前的一個醞釀期 現在各種各樣的維權的活動都特別的多 社會極度的不穩定 這都是習近平他個人執政的最後的一個結果 都是他的失敗 那習近平的政敵就可以利用他在內政外交方面的失敗 來作為向他發起進攻的理由 來聯合黨內所有的派系、所有的人員來向他發起一個總攻 中共黨內是有這種機制的 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就是這種機制 甚至是人民代表大會、甚至是政協都有這種機制 甚至是各地的那些媒體都可以在媒體上面率先向習近平發難 所以說習近平現在的處境是相當的危險 救他的只有一個辦法 現在他沒有辦法救經濟了 也沒有辦法呀 跟美國、跟日本、韓國、跟周邊其他的國家 重新進行了友好的交流了 只有一個辦法 他可以流轉這種局面 那就是統一台灣、武力攻打台灣 他就流轉了這個局面了 因為一旦他把台灣統一了 那麼他在黨內的地位就確立了 他過去所有的失敗都一筆勾銷了 因為統一台灣是中共的過去的世代領導人 一直夢想的一個目標 而他們一直都沒有實現 如果習近平在他的任內實現了這個目標 那他就超越了過去世代領導人 他就成為了中共歷史上完成所謂祖國統一的 最偉大、最英明的領袖 黨內就沒有人再能夠挑戰他的地位了 而且一旦統一了台灣 那麼習近平對於軍隊的掌控 那就牢不可破了 因為中共的軍隊在過去這些年 長期的接受了中共的所謂的愛國主義洗腦 把統一台灣當成是最高的愛國主義任務 那一旦統一了台灣 軍隊就會把習近平奉若神明 習近平掌控了軍隊之後 他也就可以通過軍隊更牢固的來掌握黨政系統 那麼他就可以掌握全國的政權 所以他要統一台灣 主要的考慮是挽救他個人的權位 這是第一個原因 那習近平一定要統一台灣的 第二個原因就是他要消除經濟危機的 帶來的政治風險 消除顏色革命的隱患 我們在前面講過了 中共現在的經濟已經是處於崩潰的邊緣 經濟下滑已經有好幾年了 其中的原因可以說是兩方面 第一個是中共本身的經濟結構 他就是不合理的 他到現在已經走到了盡頭 已經難以為繼了 中共過去發展經濟用什麼方式呢 就是利用中國大量的廉價的勞動力 然後把中國的資源和廉價勞動力結合起來 製造出大量廉價產品 然後向全世界傾銷佔領其他國家的市場 用侵略性的手段 用掠奪性的手段去佔領其他國家的市場 這樣他就會引起其他國家的反彈 現在美國終於承受不了了 還有其他的國家也很快就會跟進美國 美國已經發起貿易戰了 其他的國家也在開始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的地位 中共過去向全世界傾銷所運用的那個WTO的這個系統 現在也正在瓦解 所以說過去的這種經濟他已經難以為繼 然後加上外部的壓力 現在的經濟處於崩潰的邊緣 經濟崩潰了就會引起政治危機 中共過去這幾十年他們的政權的合法性 建立在什麼基礎之上 建立在不斷的經濟發展的基礎之上 他告訴中國老百姓只有我們才能夠保證經濟不斷的發展 那現在經濟不發展了 經濟要崩潰了 你這個政權就沒有存在的理由了 老百姓就會起來反抗 當老百姓的經濟利益受到重大的損害的時候 他們就會起來反抗 所以這就會引起他們政權的危機 這就會引起顏色革命 現在中共最擔心的就是顏色革命 今年年初的時候 習近平以及中共的公安部長趙克志都發表了公開的講話 都說現在中共面臨的最大的危險 就是顏色革命的危險 那怎麼樣來消除這場經濟危機呢? 怎麼樣消除經濟危機所帶來的顏色革命的風險呢? 靠經濟辦法已經是不行了 只能靠政治的辦法 只能靠武力的辦法來消滅這個經濟危機所帶來的各種各樣的風險 統一臺灣 這就是習近平最好的解決的方法 一旦統一臺灣的進程一開始 他就可以實行戰爭時期的經濟體制 什麼是戰爭時期的經濟體制呢? 就是過去所有的那些市場經濟的那些機制就可以停止了 用分配制、用配給制 由國家行政權力來主導來分配大家物資 在這種情況下,經濟危機的威脅就解除了 大家所有的人,無論是富人還是窮人 現在都停止了你的真正的市場經濟的活動 都變成了國家分配的對象 你這個時候無論你富還是窮都是一樣的了 所以說這個情況下 大家都不會感覺到有經濟危機的這樣的重大的壓力 這就是中共過去曾經實行過的 在文革之前曾經實行過的體制 也是現在朝鮮正在實行的這個經濟體制 而且實行配給制會控制 牢牢的控制住老百姓的行動 因為他控制了你的基本的生存資料 你的糧食、你的燃料 你的其他的生產資料 全部都是由國家來控制的 都是由政權來控制的 所以你根本沒有辦法反抗 過去有一種說法說中國人餓死不造反 這是不成立的 中國人歷代過去幾千年 一旦開始餓肚子的時候 一旦感覺到自己經濟利益受到重大的剝奪的時候 一定起來造反的 只有一個時代他不造反就是毛澤東時代 為什麼呢?是因為那個時代是實行的配給制 每個人他的經濟活動 他的所有的生存的資源都已經被牢牢的控制住了 聽話就有飯吃,不聽話就沒飯吃 那麼少數人當他們沒飯吃的時候 他們已經被瘋化了、被瓦解了 他沒有辦法反抗了 現在的朝鮮也是如此 所以說現在統一台灣實行暫時經濟體制 這是習近平解困的一個最好的方法 習近平想統一台灣的第三個原因 是只有統一了台灣之後 他才能夠消除美國和西方自由世界 對中共極權專制的這種國際上的壓力 才能夠跟自由世界之間形成一種恐怖的平衡 才能夠對自由世界形成真正的軍事威脅 現在台灣是在軍事上、在政治上 實際上是和西方自由世界是盟友 是西方自由世界圍堵中共極權專制的一部分 第一島鏈的重要的一個部分就是台灣 這個第一島鏈只要他還在 中共的海軍就不能夠出太平洋去作戰 就沒有這樣的作戰的能力 中共的海軍一出這個島鏈馬上就被監控了 就變成了火把子 甚至是中共的潛艇、核潛艇 他都不能夠擺脫這個美國的和西方這些國家的 他們的追蹤 所以說現在中共的海軍是被困在內海了 完全沒有辦法進行遠洋的作戰 也就沒有辦法威脅到美國和歐洲國家 而中共的所謂的核武器 現在也不能夠真正的形成他的打擊能力 確實是他們有洲際導彈 他理論上是可以打到美國 但是從中國內地打到美國 他有一萬多公里 在這個行程當中他就會被美國攔截 最後打不到敵手 反而自己會變成敵人的密集打擊的目標 所以說現在他的這個真正的核武器 在只是在理論上有威懾效果 真正實戰的時候 他是不敢用的 什麼時候才敢用呢? 就是他的核潛艇能夠真正的游逸到 離美國比較近的那些海岸 游逸到離歐洲比較近的那些海域 這樣的情況下 他才能真正的對美國、對歐洲形成威脅 那怎麼樣能夠形成威脅呢? 他必須得突破第一島鏈 而現在第一島鏈的最大的一個障礙就是台灣 所以打台灣、攻佔台灣 這是他必須完成的一個任務 一旦攻佔了台灣之後 那麼中共的潛艇就可以在台灣的外海 那是一個一大片深海區 就可以從那裡進入太平洋 根本沒有辦法來追蹤 而且台灣的這些高大的山脈 就可以作為它的通訊基地 潛艇無論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能夠接受到 中共的這個最高政權所發出來的這個指令 所以他必須得攻佔台灣 才能夠真正的突破美國和西方世界對它的封屬 才能夠真正的成為一個所謂的強國 而且他攻佔台灣之後才能夠掌控日本韓國的海上運輸的路線 同時他也能夠威脅在東南亞的其他的國家 所以說他掌控了台灣 就能夠威懾美國 就能夠威懾歐洲 就能夠控制整個東亞 所以台灣對中共他建立一個專制政權就極其的必要 如果是中國成為一個民主國家 那麼台灣就是可有可無 如果是中國 中共想建立一個千秋萬代的極權專制王朝 他就一定要拿下台灣 那有些人可能會說中共過去一直爭取的一直宣傳的就是和平統一而不是武力統一 那我想請這些人再去仔細的看一看 每一次他們提到和平統一接著就會說一句話 說我們絕對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 也就是說和平統一對他們來講 這只是一個宣傳戰的手法 這只是一個幌子 這只是武力統一的一個前奏曲 我給大家講兩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就是中共 他是有一個統一台灣的時間表的 當這個時間表上面拿那個最後統一的時間節點到的時候 中共就會說現在台灣人沒有接受我們和平統一了 所以說現在我們必須得武力統一 祖國統一不能夠無限期的推遲下去 你們既然拒絕了和平統一 那麼我們就要來武力統一了 這是一種 這是一種情況 那還有一種情況就是當中共所設定的那個統一台灣時間節點到來的時候 在台灣執政的正好是統派人物 甚至正好是中共所扶持的所培養的代理人 那麼和平統一啊 就真正的可以邁開步子了 可以開始了 怎麼和平統一呢 就是兩岸簽訂和平協議 國民黨過去不是提過了嗎 要簽訂和平協議 那簽訂和平協議了 兩岸就成為一個國家了 他不可能是說中共同意你兩岸成為兩個國家之間實現和平呢 一定是一個國家內部實現和平 兩岸變成一個國家了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了 那個時候大家想像一下 大家推測一下 台灣會發生什麼 世界會發生什麼 台灣一定會發生大規模的民眾抗議 而且呢抗議的程度 抗議的激烈的程度一定會超過香港現在正在進行的這些抗議 一定會啊 比香港的民眾 台灣民眾一定會比香港的民眾 更加的勇武 現在香港已經被中共稱之為暴亂了 那台灣將來一定會被中共認為是內亂 中共一定會說到內已經發生內亂了 我們作為中央政府一定有權力平息內亂 我們要派軍隊過去 那個時候台灣怎麼辦 那個時候世界怎麼辦 美國歐洲日本所有的這些自由民主國家 按照國際法都已經沒有辦法來援助台灣了 沒有辦法直接用武力用軍事力量來干涉台海的戰事了 台灣就要直接面對中共的打擊 加上台灣內部本來軍民就已經分化了 本來呀 執政者與普通民眾就已經分化了 內部分化如此嚴重 又怎麼能夠面對中共這麼龐大的軍力 所以台灣那個時候就會被中共武統 這就是合同最後的結局 一樣也是武統 所以台灣的民眾現在一定要非常的清醒 一定要認識到台灣現在危險的處境 不要想著靠中共去發大財 而現在要齊心合力的來找出對策 來應對中共統一台灣侵略台灣的這些狼子野心 好,今天我就講到這裡 非常感謝大家收聽收看 下一次再見